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說師傅剛才我看你在拉這個糖蔥的時候 覺得實在是太佩服你了 而且好像在變魔術一樣 因為這個糖竟然會越變越長 對 那個要學很久 真的喔 因為剛才你在拉糖蔥的時候 現場圍觀了好多人 師傅你學這個糖蔥多久了 我做到現在的話差不多40年了 40年了 那為什麼以前會有糖蔥這樣的甜點呢 以前為什麼會有糖蔥 以前我們就要從那個老人家他有講 我是從那裡聽來的 他就跟我講說以前光復的時候 糖長的糖太多了沒有人管 然後他們就去拿拿回來煮 以前的人真的很聰明 他煮一煮的話就把它倒下來拉 拉就是像我剛剛拉白這樣而已 他們就用剪刀剪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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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想說這個是糖嘛 做起來白白的就好像蔥嘛 他就提名叫糖蔥 是 所以它的由來是這樣子 對 小時候能夠吃到這項點心 應該很開心吧 對 這個是我們台灣的第一項糖果 100多年了 已經到現在有100多年的歷史了 對 100多年了 其實現在已經越來越少 可以看得到這樣的很早味了 很早很早 那師傅像是剛才你在拉 我說好像變魔術的這個動作 這是什麼用意呢 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樣做的話 第一就是要讓它降溫 然後第二的話裡面要包空氣 所以裡面這個才會是空心的 那空心的糖中吃起來就會很酥很脆 那如果是食心的話 吃起來稍微會比較硬一點 那我還有個疑問 因為剛開始我看到 師傅你把那個糖拿出來的時候 它是有點黃色半透明的 對… 可是怎麼拉拉拉 然後就變白色了 它跟那個空氣結合 就會一直變色 那蔗糖本來就是白色的 你把它煮的話 它就會變成稍微金黃色的 然後拉一拉 它就會恢復它原來的樣子 就變白色了 對… 那可是糖蔥它的食材 大概是有哪些 只有蔗糖 就蔗糖跟水 對… 就這兩拉 對… 這個是最天然的 因為這個一百多年前這樣做 到現在還是這樣做 師傅 實在是太厲害了 你們看一下它的樣子 然後跟顏色 你們能想像嗎 它就是用蔗糖跟水 這兩種食材就可以變成這樣 對… 我覺得這個技術真的可以想像得到 真的很難耶 很難 真的很難 對啊 那像是在拉的時候 算是最難的步驟嗎 對啦 對… 那它難在哪裡 難在哪裡 做這個本身就很辛苦 因為它很燙 你不要看我一開始做的話 它差不多還有70度啦 70度 對… 你說它有70度 對… 那這樣手不會燙傷嗎 很習慣的啦 也還好 剛一開始在血的話會啦 那你做到現在就不會了 你就知道這個技巧在哪裡 就不會了 因為剛才其實我有偷偷發現到 師傅你的手其實是紅紅的 有一點點紅紅的 對 有一點點紅紅的 你這麼一說我才知道說 原來你手會紅紅的 是因為它的溫度比較高 對 它溫度很燙很燙 是 所以做這個很辛苦 沒什麼人要血 可是師傅你做了40年了 對 40年了 那像是做到現在這個步驟 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切 切一小段… 然後我們才好包裝 是 怎麼切呢 就是切這一刀就是 就是要給它吹口整齊 我可以試試看嗎 可以… 拉我是不會 切應該還行吧 切應該OK啦 好 這樣子 稍微割一下 割一下 這樣 我好像割得好淺 對 要再深一點 要再用力一點是不是 對 原來我拉不會 割也不會 沒有啦 你割的話會啦 你看你一刀下去就斷了 我其實覺得它割也沒有那麼容易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割的 然後這是師傅割的 師傅割的好平喔 然後我割的就是不漂亮 就是說要割 也是要有一點技巧 對 你不要一吃把它割斷的話 它就會很平 這樣 雖然說割不太會 但是吃應該還行 我可以試試看嗎 可以… 它好香喔 還沒吃我就聞到了 上面有撒這個花生粉 然後跟甜甜的香氣 它很脆 它也太脆了吧 因為其實這樣子看 你會覺得它是堅硬的 沒講到它一咬 然後就疏鬆開來 然後入口即化 好好吃喔 入口就化掉了 對 而且我發現它不會讓人 有一種很甜蜜的感覺 它甜而不利 真的啦 這是因為這是單純的使用蔗糖 所以才會有的味道吧 對… 真的很好吃耶 如果想要吃到這樣古早味的點心 一定要來找食物 對